总理你好,我是中国日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今年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调低了城镇新能就业目标 调高了调查失业率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请问总理,今年政府将如何遏止失业潮 如何帮助大学生和农民工找到工作 谢谢 China Daily China Daily 我发现了我们的目标 您所吓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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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提供的目标 和请求您的目标 和这次目标 你什么是列额和尼尔的目标 是您的顾客 和这次目标 和为您的目标 和您的目标 可导致各自闭口 和社区的工作 您需要费用的工作 谢谢 今天我们确定新增城市城镇劳动力是900万人以上 的确比去年低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 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做支撑 我们把城镇调查失业率定为6% 今年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是6% 所以我们这样做也是实事求是的 就业的确是最大的名声 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 这段时间我看中国政府网在网上的留言 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的 其中有一位农民工说他50多岁了 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如此 但今年就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都陷入困境 还有一些各级工商户 他们已经歇业几个月了 一些外贸企业的职工 他们现在没有订单 对他们的困难 我们要给予救助 但是从根本上说 还是要帮助他们就业 中国有9亿多劳动力啊 没有就业 那就只是9亿一张吃饭的口 有了就业 就是9亿双 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谢谢 在超级续地书上的浪运在纪续上的6% 其实在在明明年期间 我们能够遇受到这种纪续在6% 在我们的数据是最重要的 在予人的感受 是最重要的 固定的家庭 我听到他们的图像 在一个公图的公司 有三十分的距离的距离 有很多的工作人員和商業人員 或商業人員在外面的距离 距离這些距离的距离 或是有所謂的距离的距离 這就是我們有多支援的距离 在理由我們而言之中 有約900億人員員 從任何人員員 有勢力有 Giovanni 有多支援建造總會有很大的大大的勢力 我們必須助於裁有募斷的職業 有一個勞動力的在中國的工作 如果他們都能夠給予工作 他們會能夠發展大量的財富 為了穩住現有救援崗位 我們可以說政策是能用盡用 投入的錢是最多的 我們的規模性資金允許 集成填補 減稅降費的口子 而且允許他們為企業減房租貼利息 採取措施 只要是公平合理 就是要把企業穩下來崗位保得住 而且還要採取資助語訓文短的政策 僅僅兩年三千五百萬人 是通過失業保險結成來進行崗位培訓 要給他們有緩衝的機會 並且即便十月了也要短時期內 能夠有再九月的機會 謝謝 我們會幫助理一下 我們會把整理有關 和整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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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保護者 我們會很準確 和整理有關 一直在其中的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地方是 购物的购物 和购物的购物 和购物的购物 在同时的时间 和我们会提出 更多的35亿 的人 在他们 给他们 购物 和购物 在购物 和购物 和购物 同时还要 创作更多的 新的就业 现在新业态 蓬勃发展 大概有一亿人 容纳就业 我们的 零工经济 大概 能够容纳 两亿人的 就业 那就需要 采取 更多的 不仅是扶持的 而且是 打破那些不合理的 条条框框的政策 让更多的 就要岗位 成长起来 去年我们新增 竞争 企业每天是一万户 今年 也要按这个方向去努力 在这个时期 我们要在 中心里 要做 多的 能够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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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执行返程 就一个大碗茶 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 前两周我看到报道 我们西部有个城市 按照当地的规范 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 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中国人民是勤劳的 中国的市场也是在不断开拓和升级的 当然对重点人群 我们有重点扶持的政策 像今年大学毕业生创新高 达到874万人 我们要让他成为不断线的风筝 今明两年都要提供就业服务 对农民工不论是长州地还是返乡 都要给他创造就业的服务平台 对退伍军人 要确实把安置政策落实好 谢谢 سمحت ووفرت 我们要提供了 我们要提供了 中文字幕君